没意思 什么没意思 我说你们姐妹两个那些芒果啊 上厨啊做发酱没意思 做得轻松那你做得出来吗 小儿科今天跟着我 教你做榴莲发酷 是那种又臭又香的榴莲吗 是香香吧 你这玩的有点大哦 首先我们需要去买一个120块钱的榴莲 这样 这个榴莲蛮贵哦 贵 你叫你这个人做发酷 只要他们点赞一定可以的 一人一半 怎么做 首先用刀子小心的把中间这个部分挖掉 今天这个视频肚子有点扎心 它有点扎熟 说出来你可能不知道这个榴莲威力有多大 来看一下 你看好好的桌布被它扎成这个样子 好了 然后我们要保证它里原汁原味不能去清洗 用点热绒胶拿个发圈把它粘在上面 我怎么看起来都还有点丑 这只是刚开始啦 做出来的时候保证你都想天天带着它 这样唱的 然后下一步呢 使劲你浑身卸素装放它 好吧 让我把它变成一个黄罐 张一些珍珠 再来几朵花花 我来张个星星 啊 我要认真了 我觉得我做的这个很古风很古代新娘的感觉 你看你那个是什么鬼 乞丐带的 你你召集我 我的哎呀 你继续你召集我 我不想你在我镜头里 大家看一下我的成果 江江 是不是觉得莫名有一点好看呢 我的也好啦 是不是很好看 哇哦 榴莲皇后 I'm is 榴莲公主 今天的榴莲姐妹你们满意吗 满意的话就朝我头像的榴莲点个赞吧 好吗 谢谢大家